三级警戒期间 台中市环保局因应太安国小附设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 考量到校园属于空旷地区 研议结合无人机来消毒审时审利 不过却遭到议员的批评 因为这五月底以无人机消毒校园一次之后 只看到媒体宣传 却不见无人机清销的具体计划 议员周永宏要求环保局 无论是针对COVID-19以及登革热防疫 都应该规划并落实无人载具清销计划 台中市滩国小富佑五月下旬发生本土疫情群聚案件 台中市环保局出动无人机清销 引起媒体争相报道 不过议员周永宏却批评 环保局作秀不作事 以无人机消毒校园只有一次就大大宣传 却不见无人机清销的具体计划 我们所谓讲的无人机 UV是unmanned vehicle 不是指飞的 水沟砖的也有 我的意思是讲 你如果真的要去讲一个东西 你要了解它 而且是真的 不是要去做个秀 你现在又跟我讲说什么 我告诉你 包括韩国瑜在做高雄市长的时候 就有用无人机去消毒过 算他也是做一次 医员表示 南部县市为防治登革热 近年已经利用无人机协助清销死角 环保局不该只把无人机消毒当成宣传削头 应该因应COVID-19 登革热等传染病防疫 规划消毒场域 并编列预算采购无人载具设备 训练同仁取得载具操作执照 这一次我们是先委外 那我们委外之后发现这个 对我们环保工作来讲 委外多少金额 我委外当时那个金额很低 因为他是做示范 你就做一次嘛 对 那个他做示范 那我们自己内部今年 已经调整教育训练的预算 40个 尤其是基查队空照科会用到很多 那在包括消毒的部分 我也要求要派有人受训 环保局表示 科技日新月异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的集合力度 环保局将各科室的教育训练经费 调整到无人机训练工作上 并且与宏光科技大学合作 办理无人机操作课程训练 今年度预计培训40位同仁 取得专业操作证 杰阳中环台中采访报道